妻子闺蜜找了一个黑人男友,妻子竟然表示支持,还把黑人带回了家,晚上七点,我回到家,本来应该在外地出差的我提前一晚上回来,就为了给白杰一个惊喜。 可我没有想到,推开家门之后,我居然听到一阵若有若无的声音,对于妻子的声音极度熟悉的我,怎么会听不出来,难道妻子趁我不在,带别人回来了? 想到这里,我不由得怒火中烧,我的妻子白杰是我大学时候的女朋友,我们从恋爱到结婚已经十年了,白杰长得非常漂亮,哪怕已经十年了。 我对她的身体依旧十分迷恋,基本上一周都要来两次,但是这几年,随着我年龄的增大,身体也慢慢不行了,但是白杰已经到了三十岁的年纪,需求越来越大,我都有些害怕了,现在难道耐不住寂寞了? 我感觉一顶大大的绿帽子戴在了我的头上,气得我直接推开房门,可我没有想到,映如我眼帘的居然是这么一幕,白杰穿着一件睡裙,此刻已经扯下来了大半,露出了她傲人的身材,此刻白杰的眼神迷离,看到我的时候,身体还不由地颤抖了两下,对于白杰身体极度熟悉的我。 怎么会不知道她在干嘛?你怎么回来了?白杰对我问了一句,声音软软的,如果是平时,我听到这声音,就想把它就地正法,但是现在,我发现了她的不对劲,她的手机亮着,看起来好像在跟人视频。 视频在我眼前一闪而过,我只看到一个黑黑的东西,我立刻上前一步,把白杰的手机抢了过来。白杰没有想到,我会突然发难,她的身体还停留在刚刚的逾越中,只是本能地发出一声尖叫声,我拿过来一看,白杰果然在跟别人视频,不过视频的对象居然是她的闺蜜。 阿玉 白杰有一个闺蜜,长得也非常漂亮,不过性格和白杰却丝毫不一样,白杰毕业之后就嫁给了我,做了家庭主妇,一直以为都挺贤惠的。 而阿玉却选择了出国留学。 白杰有空的时候就会和阿玉视频。 你刚刚在干什么? 我看着白杰,她身上现在都快要湿透了,白杰这时候也终于回过神来,从我手里一把把手机抢回来,有些忧愿地看着我,和阿玉视频,你不是看到了吗? 视频的时候在做什么? 我追问道,白杰被我问得有些心虚,最后直接抱着我,双腿缠上我的腰,老公人家想你了,我就是想要了。 听到这声音,哪个男的能抵抗得住,我也顾不得多想,为什么白杰和阿玉视频的时候,做这种事情,直接就把她按倒在床上。 一夜的疯狂之后,我依旧没有想明白白杰为什么这么做,不过白杰只是敷衍地告诉我,这是他们姐妹间的秘密,我也没有多说什么。 反正那个人是她闺蜜,怎么也不算给我戴绿帽子,我原本以为,这只是我生活的一个小插曲,不过我没有想到,几天之后,白杰就告诉了我一个消息,阿玉回国了。 因为阿玉刚回国,没地方住,所以要来我家住一段时间,我倒是没什么意见,虽然不喜欢她这个闺蜜,但是在家住几天,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可我没想到,几天之后,我就见到那道熟悉的身影,和白杰相比,阿玉身上更多出了几分青春的活力,穿着上也要开放不少,而更让我接受不了的是,阿玉还带来了她的男朋友,而且还是一个黑人。 白杰对于阿玉的到来,倒是非常欢迎,对于阿玉的这个男朋友,白杰像是早就知道她的存在,叫她杰克。 杰克看到白杰之后,立刻上来,热情地在白杰的脸蛋上亲了一口,白杰不但没有反抗,反而一脸娇羞地打了她一笑。 我看到这一幕,就有些不高兴了,不过白杰却和我说这是外国人的礼仪。 让我别这么小心眼,烟雨间已经开始有些不耐烦了,这让我更加火大了,下定决心要好好整整这个孙子。 晚上的时候,我故意拿了两瓶白酒,我对自己的酒量还是很自信的,毕竟我本身是做建筑的,平时就少不了应酬,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喝涂过,我上来就一直猛灌杰克的酒。 这小黑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中国人酒桌上的那一套,被我忽悠得一愣一愣地,喝了一杯又一杯,没一会儿他就有些醉了,趴在桌子上半梦半醒,不过我发现一旁白杰的脸色也越来越红了。 我看他一直皱着眉头,还以为是他身体有些不舒服,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,我看到白杰的目光,一直停留在杰克的身上,看起来有些暧昧,白杰酒量不好,又喝了,一会儿之后就自己先回房间去了,剩下的只有我们三个继续在这喝,我看到一旁的阿玉,此刻也是满脸红润,那红色都已经蔓延到脖子根了。 它像是很热一样,不断扯着自己的领口扇着风,不知不觉就把自己衣服的领子给扯开了,我都能够看到里面露出来的一大半风景,这尺寸真大,而且真白,看得我眼睛都有些发直了,我注意到阿玉的胸口,好像有一个纹身,看起来像是一个黑桃的图案,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, 等我在抬起头的时候,发现杰克此刻正一脸笑容地盯着我,我像是一个做坏时被抓到的小学生一样,感觉脸上火辣辣的,毕竟当面偷看人家女朋友,说什么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。 又喝了一会儿之后,我感觉到尿一吸来,忍不住就走向厕所,不过这时候,我的脑子里已经被阿玉刚才那火辣的一面给填满了,上厕所的时候还不断回味。 就在我方便完了之后,忽然有一双手从背后抱住了我,把我给吓了一跳,我回过头一看,竟然是阿玉,喜欢吗? 阿玉咬着我的耳朵,小声地问了一句,我感觉体内开始受血沸腾。 但是就在这时候,阿玉却拦住了我,然后一把拉开了洗手间的门,见到洗手间的门被打开,我顿时被刺激一个机灵,看着依旧衣衫不整的阿玉,这是想干什么? 阿玉倒是没有理会我,而是双腿缠绕上我的腰,我想在沙发上,小声地声音,刺激着我的神经,我悄悄探头。 发现杰克此刻正趴在桌子上熟睡,我抱着阿玉走了出去,两个人努力配合,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,就在我要上马的时候,我忽然发现原本在桌子上的杰克不见了,而卧室里似乎传来了白杰的声音,声音很小,但是很熟悉,这绝对是白杰的声音。 就算声音很小,我也听得出来,我兴趣顿时全无,甚至对阿玉生出了一丝怨恨,要不是阿玉引回来个黑人,又怎么会发生这些事? 我来不及穿上衣服,直接往白杰的房间里走去,阿玉看见,我发现了不对劲后。 立刻从沙发上站起身子,准备赶上来,脸上掠过一丝惊恐,可阿玉慢了一步,我伸出手把门一把推开,眼前的景象让我差点昏倒过去,只感觉我胸口像是被一块巨石给压住了般,喘不过气,脑子里嗡嗡直响。 此时的我满脸通红,紧握着拳头,杰克搂着白杰,一脸轻松地看着我,随意地点了一根烟,给自己叼上。 这一幕,我估计放眼整个中国,也是极为炸裂的新闻。 女子竟然在家出轨了丈夫,劈腿男人,竟是一个非洲黑人。 我再也忍不住,一把拿起桌子上的白酒瓶,就准备朝着杰克的头砸过去。 我恨不得现在就把它开了瓢,可我仔细想了一下,就算把杰克打个半死又能如何,还是解决不了我的心头恨。 我强忍着怒火,将手里的酒瓶扔在地上,狠狠地瞪了白杰一眼,像这种货色,根本不值得我为了他蹲监狱。 我迅速冷静下来,面色恢复了一些润色,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? 我淡淡地将这句话说出口,似乎躺在床上的不是我的女人,而是别人。 白杰先是愣了一会,他没有想到一向脾气暴躁的我,竟然会很坦然地问他,他开始向我讲起了他和杰克相识的过程。 不,应该是第一次在床上的过程,白杰和杰克的确是通过阿玉相识的,自从阿玉把杰克分享给白杰后,他深深陷入欲望,无法自拔。 第一次之后,白杰就开始偷偷背着我和杰克打视频电话,他和杰克在屏幕面前相互安慰,这种感觉很让白杰喜欢,每晚都背着我偷偷打,可我却一直蒙在鼓里。 最近几天,听到阿玉要带着杰克来我家,白杰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,他是不可能净身出户的,就算和我离婚,也是让我净身出户,因为我是从事工程行业。 这几年下来,也咋了不好,少说也有个数百万,并且,我名下还有两套房,房子买的时间有了些年头,房价早就翻了十倍不止,卖出去的房钱就足够和杰克一辈子吃喝不愁,面对如此大的诱惑。 他决定和阿玉商量了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,趁着和我喝酒时,阿玉就准备了一颗发情药,在客厅里安装了针孔摄像头,因此,也就有了阿玉主动勾引我的一幕,想到这里,我全都明白了。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们三个的阴谋,就算是死,我也要让白杰身败名裂。 跪着求我 因此,我打算将计就计,既然白杰这么喜欢和黑人上床,那我也不会强人所难,要是白杰当初在床上能对我态度好点,狡辩一下,哪怕是装装样子,我也不会用极端的方式怼他。 这时,阿玉也紧跟着我走了进来,他看到我那副样子,忍不住笑出了声,他似乎早就料到了,看着我露出玩味的表情,怎么样,要性够强吗? 阿玉故意挑逗着我说,还用眼神上下打量着我,我知道,阿玉既然能这么风轻云淡地说,肯定有了十足的把握。 白杰,你想得真够周到啊。 原来,白杰会利用我和阿玉偷情的视频,做实质性证据,让我净身出户,可白杰没有想到,他太小瞧我了,像这种心眼,我早就习惯了。 他们不知道的是,我还藏了一首。 白杰和黑人的聊天记录,上面记录了白杰和黑人最近几个月所聊的话,全是些不堪入目的肮脏词汇,更有不少视频聊天的通话记录,常常保持在半个小时左右。 每晚,白杰都会趁着我应酬的空和杰克打视频,而我也趁着白杰睡着,偷偷打开了他的手机,意外地将所有的聊天记录看到。 我当时打死也不会想到,白杰明面上温柔似水,私底下也是个骚气十足的婊子,我多了个心眼,把杰屏保存了下来,看到聊天记录的白杰有些慌了,他脸色一变,推了推一旁的杰克,你怎么会有这个? 你偷看我手机了?白杰语气中带着点怒火,像是在质问我一样,可他现在已经和我没有关系了,我只能会用冷漠去回应他,我要是不看,又怎么会知道你们把我当猪一样宰? 当我将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,杰克扑呲一声笑了出来,他将手里的烟头掐灭。 幸灾乐祸地看着我,像我炫耀着他的丰功伟绩,虽然心里万千怒火焚烧一样,可我还是忍住了,我一眼便就看出来杰克是那种心眼很多的人,往往像这种人才是最棘手的。 他现在故意这种方式激我,他很了解我,我知道我的一切,白杰都已经透露给这个黑人杰克了。 此时的我才上下打量起了杰克,这个身高接近一米九的黑人,拥有一头乌黑卷发,扁平的鼻梁,以及肥厚的嘴唇,再配上一身黑皮肤,身体散发着一股意味,似乎是独属于黑人的味道。 可杰克和那些黑人不同的是,他的眼睛很犀利,很难让人不得不提防起来,你就算有聊天记录又怎么样? 我这颗有视频。 原来阿玉早就通过针孔摄像头录下了视频,他用手机将这段视频播放,画面中正是喝完酒后的我和阿玉在洗手间里乱倒,当时的我已神志不清,内心燥热, 满脑子想的都是释放快感,根本无暇顾及其他,却不知正中了圈套,我内心很慌乱,这视频一旦流露出去,别说承包项目,就连工程圈也别想混了,视频里面的我冲劲很猛。 把阿玉弄得死去活来,扭动着臀部,嘴里不停地乌咽着,没想到吃了春药的我这么猛。 白姐脸上也有些不悦,把头转到一旁,并没有继续看下去,要是不想让这个视频流出去,就乖乖听我的话。 阿玉向我开出了以下三个条件,否则就立刻将这个视频发到朋友圈,第一,将我名下所有的财产和套房,转移到白姐名下,净身出户,第二,将白姐和杰克的聊天记录删除,第三,利用我的人脉,给他们三个扮取南非的护照,必须赶三天内。 为了能够完成复仇计划,我点头答应了阿玉的三个条件,不过,想要带着我数百万的资产出国,你觉得可能吗? 我幸幸苦苦积攒了半辈子的钱,怎么可能说给就给? 我很快将那两套房子过户到白姐名下,然后再根据阿玉说的,给他的账户打去了一百万订金,等视频彻底删除后,我再付给他剩下的钱。 同时,我也当着阿玉的面,亲手将保存聊天记录的那台手机放入热水里,把手机浸泡坏了以后,交给了阿玉,而此时,只剩下了最后一个条件,办理护照对于我来说并不太好办。 可办理假护照,那就是易如反掌。 我特意找了之前合作过的一个朋友,托他给我找人办了三张假护照,假护照的制作需要一些过程,得等上一天,而距离阿玉的时间还剩一天,可我发现,至始至终,杰克都没有多说一句话,准确地说都是阿玉在谈条件。 最后我明白,杰克一直在背后操控着,包括那三个条件都是杰克指使阿玉去做的,黑人什么时候可以玩弄我于手掌之中了,我不甘心。 在半假症的过程中,我偷偷联系了一个多年未见的好哥们。 他是一名职业散打手,尤其是街斗强者,我要让杰克下半辈子都待在轮椅里面。 计划安排得差不多了,我将办好的假护照给了杰克,不得不说,朋友做工精细,以假乱真,完全看不出来是假护照。 杰克将护照拿在手里左右翻了翻,确认了数遍之后,才将护照放入包里,阿玉朝着我抛了个冷眼。 要是你敢做什么手脚,我就立刻把视频发出去。 就算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啊。 玉姐,好歹也认识这么多年了,你不信我? 我故意装作一副害怕的样子。 打消杰克的怀疑,知道就好,今天下午安排两辆车,送我们去机场。 阿玉坐在沙发上面,从柜子里取出我珍藏多年的狼母酒,给众人都倒了一杯,白姐本身是不会喝酒的,可似乎是为了庆祝,端起一杯就灌了下去。 脸色立刻泛起了红韵,杰克端着那杯酒,看了我好一阵才喝了下去,他的眼神直勾勾盯着我,露出一股神秘的微笑,时间差不多了。 我联系的出租车已经停到了小区楼下,白姐和杰克他们收拾好了行李。 坐上了出租车之后,就去了机场,我目送他们出了小区之后,转头将电话打给朋友,他们走了,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,过了半个小时,手机果然响了一下。 哥们将视频发给了我,视频画面里显示,杰克和阿玉,白姐被堵在了一个小巷子里,小精接过我的电话以后,就叫上几个一起练伞打的去了。 在机场附近找了个地儿,把杰克给围堵了起来,鼻青脸肿的杰克蹲在墙角不停地颤抖着,肥厚的嘴唇打着哆嗦,我看了后心里直呼大爽,恨不得亲自抽上一把。 小精一把拽住杰克的头发,用膝盖朝着面门顶了过去,这一顶,杰克鼻血流了下来,差点昏倒过去。 阿玉和白姐蹲在墙角,一句话也不敢说,小精看着阿玉把我和他的视频删掉后,才放走了他们,看到这里,我拿起了手机,将电话打给了条子,喂,我要举报一起偷渡事件, 我拦下了一辆出租车,也随之去了机场,到了机场之后,只见数十辆警车围着杰克和白姐,阿玉,看着他们一脸惊慌失措,我心里不由地乐开了花,兮兮兮兮的人群,逐渐围住看热闹。 而我也混在人群里,警察上前一步,在杰克身上搜了起来,请出示你们的身份证和护照。 白姐和阿玉将身份证出示后,又取出了他们三个的护照,可杰克是偷渡过来的,哪来的身份证?不好意思,你们的护照也是假的,我们要带去局里调查,请配合。 杰克大骂了一句,Fut。 杰克,杰克,他无意间和人群之中的我对视了一眼,他这时才反应过来,这一切都是我下的圈套,而白姐也看到了我,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去。 可为时已晚,随着警车的鸣笛声响起,他们三人也被带去了局子里,而我作为替他们半假证的,也被调查了,可我事先已经准备好了,半假证的人已经转移了,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 我用一些人脉关系打通了局里,假证这件事也就此割下,现在最为重要的则就是杰克的账户里有一笔来源不干净的钱。 最近国家打击,洗钱力度很大,像杰克这种往往都是五年起步,这笔钱也是我用杰克的账户洗下来的,而真正的佣金早已到了我手上,那笔钱是来历不明的黑产。 整整一百万,足够给杰克判刑了,杰克在警局里面大喊着,跟我没关系,这笔钱不是我的,是他的。 杰克愤恨地看向我,朝着我骂道,可是没有任何警察理会他,因为他至始至终都是一个黑人。 是你,你快告诉警察,这笔钱是怎么来的。 我可以把你的妻子还给你。 杰克惊恐地说道,我不想回非洲。 按照国际法律来说,偷渡的异国人犯罪后会被引渡祖国,而在南非这个国家,违法洗钱几乎是死刑,这也就是杰克为什么如此担惊受怕的原因。 不用了,贱货只配黑人。 我看了一眼白杰和阿玉,正准备离开时,被阿玉扯住了裤腿,他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着,让我看在乱搞的情分上,放他一马。 要不是阿玉,又怎么会有今天这一切,白杰怎么可能陷入黑人的圈套,说起怨恨,我最怨恨的就是阿玉。 要不是他,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,可能我和白杰还会走得更长,这件事还没有彻底完结,远远没有让我能够放下,因此,我将他们起诉上了法庭,开庭时间在一周后,他们三人作为被告人出庭,一周未见。 白杰的脸色蜡黄,面旁也消瘦了许多,眼神中再也没有那股劲,他已经不再是我的妻子了,我还是会为这段感情唾弃。 法庭上,我将所有的证据拿了出来,其中最为有力的就是白杰和杰克的聊天记录,他们三人傻了眼,阿玉是亲眼看着我删除的,可我早就辈分了,杰克想要在法庭上辩解,可他根本没有任何证据。 反而阿玉却是一直大吵大闹的,你这个骗子,他和我乱搞,还是在婚恋期间,还有没有枉法了? 阿玉看着所有人,指着我说道,可是根本没有人理会他,证据呢? 阿玉听到这话,靠着墙角坐在了地上,双眼无神,白杰眼睛红肿地说道, 我承认,我出轨了,我愿意净身出户,令我没想到的是,白杰将所有事情都说了出来,这场案件就此结束,法官宣判了结果,杰克因为触犯国际偷渡罪,强奸罪,诈骗罪,洗钱罪等罪行,获行十年以上,阿玉涉嫌洗钱罪,帮助他人偷渡罪,获行三年以上,白杰涉嫌洗钱,拘留六个月, 而我的所有财产重新回到了名下,让我心里最担心的事也放下了。 此后的这些年里,我没有娶过任何一个女的,一心一意做着生意,只有钱才能给我足够的安全感。 一年后,我开始去寺庙里面祈福,中秋之际,我抽了空去了一趟本地的寺庙,上了一炷香后,我看到了一个感到熟悉的身影,她全身上下包裹着红色纱金,她只给了我一个侧脸,这侧脸我很熟悉。 直到我上完香,出了寺庙之后,我才想起,这似乎就是我那一年前的前妻,白杰,我并没有回去找她,或许她出了狱后,来到这里出家,是为了赎罪,黑人是个神奇的物种。 他们的血脉极其强大,侵略性极强,我并不是歧视黑人,可是我并不想让黑人的孩子出现在大陆,更不想让中非混血的孩子拿着张身份证对我笑着说,你看,我也是汉族。